可以让你轻松减肥的饮食方法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 暂时还没有特效药的出现 虽然已经有了疫苗 但不代表着你打了疫苗 就一定不会被感染上新冠病毒 我们能做的就是戴好口罩 勤洗手 还有的就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了 所以我最近迷上了关于健康和增强免疫力的书籍 其中让我觉得最有实用性的一本书就是 《空腹才是最佳的良药》这本书 为什么要介绍这本书呢 我自己也尝试了本书的做法 经过将近一收的时间 明显感觉到腹部不再那么古了 扁平了许多 感觉整个人也瘦了些 内心非常高兴 身体也感觉到特别轻快 早上更不容易赖床了 感觉自己健康了许多 这种愉悦的心情难以压制 所以决定把这本书介绍给大家 这本书倡导的方法可实施性比较强 猜想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只是因为这本书暂时没有中文版 所以这一期会加长时间 尽量把重点的内容全部介绍给大家 前言比较长 很抱歉哦 准备好了吗 Let's go 这一期为大家解读的这一本书是 能让大家远离疾病 保持年轻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日本著名医学博士 清目后所著 在日本销售量已经超过了22万本 是近期日本超级畅销书 这本书的名字是 空腹才是最佳的良药 日文原名是 先把结论告诉给大家 利用最新的医学研究的成果 告诉你正确的饮食方法 根据最新医学研究表明 要想健康 最重要的不是你要吃什么 而是尽量增加不吃食物的时间 也就是说增加空腹的时间 才会让你更健康 这就是本书的结论 书名也阐述了这一点 空腹才是最佳的良药 你会在媒体上看到像 番茄红素对身体很好 胶原蛋白有助于抗衰老 氨基酸对身体有益处之类的海量信息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今天要告诉大家的 是一个比这些健康食品更有效的方法 那就是一天要有16个小时不进食 是不是很简单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要遵循的最新的饮食方法 后半部分我会给大家介绍具体的方法 先跟大家爆料一下 16个小时不吃东西真的没那么难 请大家放宽心 我本人就很轻松的就做到了这一点 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需要空出不吃东西的时间呢 我猜到了 这是大家会感兴趣的问题点 理由很简单 那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饮食 在一定程度上对健康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位都吃的太多了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吃那么多的食物 你有可能会说 我每天只吃三顿饭呢 也没有吃夜宵的习惯呢 遗憾地告诉你 问题就出在这一日三餐上 一日三餐让我们吃的太多了 现代人理所当然的每天都吃三顿饭 好像这一日三餐就是不可动摇的正确答案似的 大部分的人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大家所默认的这一日三餐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回顾我们人类的历史 你就会发现 人类文明从诞生已经有一万年以上了 一日三餐这个习惯 好像是近几百年才形成的 一提到一日三餐这个习惯 还要从一个古老的传说说起 相传在秦汉以前 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的 当时农业不发达 食物有限 所以只能吃两顿饭 要说一日三餐真正开始的时间 是从宋朝开始 这要归功于宋朝的经济 我们都知道唐朝和其他的时期 都是有宵禁这个规定的 而到了宋朝也不再实行宵禁了 晚上的夜生活比较丰富 所以也就加上了一顿晚饭 再加上古代人体力劳动比较多 比如铁匠啊 扶兵役啊 农耕之类的 大部分的老百姓 都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 所以渐渐地形成了一日三餐的习惯 现代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代人很少有高负荷的体力劳动了 特别是白领阶级的上班族 坐在办公室里 根本就没有高负荷的体力劳动 我们现代人和古代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 而我们却尽可能地保持有规律的一日三餐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已经和古代有了明显的差别 不知不觉中我们就陷入了吃得过多的状态 吃得过多的话会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坏处呢 我想我不说的话大家也会明白 它对身体的坏处 简单地说就是会变胖 变得肥胖之后就容易引起其他的疾病的发生 本书从本质上向我们揭示了 吃得过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坏处 那就是内脏器官的疲劳 我们的胃呀 大肠小肠 当我们把东西吃到胃里面之后 经过消化分解营养的吸收 这一系列的流程 需要十个小时才能完成 我们自认为把美味的食物送到胃里 过了嘴饮之后 吃饭这事就完事了是吧 可我们的消化器官可是要花十个小时 去慢慢地消化刚刚吃到肚子里的食物 我们每天早中晚吃三顿 消化器官还没有完全消化上一顿吃进肚子里的食物 四到五个小时之后就又灌进肚子里一大堆食物 简直就是暴君的行事方式 如果把每一个消化器官比做企业的员工的话 每一天三顿推下大量的食物这种做法 就相当于你让员工不停地工作加班一样 说你是企业的黑心老板一点也不为过 你可能认为坚持一日三餐就是健康的饮食方法 但是你的内脏器官已经精平力尽 内脏器官是重要的器官之一 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让我们的内脏器官处于疲劳状态的话 就不能很好的吸收营养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低下 所以我们很容易得感冒啊肺炎啊和各种过敏导致的炎症 还会导致衰了甚至得癌症的 很多书籍都提到过肠胃是人体免疫的关键所在 以上就是跟大家讲述了我们一日三餐导致我们吃的过多 不仅会让我们变胖 还会让我们的内脏器官处于疲劳状态 也会引起其他的疾病 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很重要 要想缓解内脏器官的疲劳 重点不在于吃什么 重要的是空出不吃东西的时间 这才是本书的核心 重要的是说三遍 空出不吃东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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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问要空出多长时间才行呢 具体的时间是16个小时 也就是说空出16个小时不进食 你会问为什么是16个小时啊 有什么根据吗 如果我们16个小时不进食的话 我们的体内的自视功能就会启动 自视功能是什么 没听说过是吧 没关系 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自视是指细胞分解细胞质等成分的现象 就像我们会打扫房间 以保持清洁一样 细胞也演化出了一系列的清洁机制 来维持有序的生命活动 自视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机制之一 自视在各种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它可以加速细胞内的新陈代谢 或者在细胞处于饥饿状态时 从分解物中获得能量 自视功能可以清理我们的体内废物 有分解和清理病原菌的作用 也有激活细胞和器官功能的效果 消化系统会用10个小时的时间去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这一流程 重要的是空出10个小时的近视间隔 10个小时的间隔可以让内脏器官彻底的完成 消化食物和吸收食物这一套流程 还需要让内脏器官有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0个小时的食物消化时间 加上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经过这16个小时之后 我们的身体内的细胞就会出现轻微的饥饿状态 也就是说缺乏营养的状态 也许你听到饥饿状态和缺乏营养之类的 难免会想这样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坏处吧 大家那可放心 不但不会有坏处 恰恰相反 轻度的饥饿状态 我们体内的细胞就不会依赖外界的能量 这时会产生细胞自食现象 会激活细胞的新陈代谢等功能 有助于我们预防各种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 也有抗衰老的效果 也就是说 控除16个小时不进食的时间 非常有助于健康 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了 一日三餐吃的过多对身体是有坏处的 也知道了 控除16个小时不进食的时间 会激发细胞自食功能 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功能 你有可能会想 16个小时不进食 我又不是出家人 还没有顿入空门 无法忍受美食的诱惑 大家请放宽心 不用出家当和尚 也可以做得到的 我向大家保证 大家可能被16个小时 这个时间长度 吓到了吧 如果算上睡眠时间的8个小时的话 那剩余的就是只有8个小时了 然后剩余的8个小时 分配到睡觉前后各4个小时的话 就更容易做得到了 是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这样吧 把我自己实际是怎么样操作的告诉给大家 就更容易理解了 我会在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饭 午饭会在第二天的12点到12点半左右吃 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 这个区间什么都不吃 就完成了16个小时不进食的操作 晚饭在晚上8点之前搞定 第二天早上什么都不吃 坚持到中午12点再吃午饭 也许有些朋友 不吃早饭的话 会没有精神 不能集中精力工作或学习 脑子里面会出现 相翻奔的美食幻觉 说实话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的 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作者告诉大家 实在饿了的话 也是可以吃的 不过只能吃 坚果 芝士 和酸奶 像巧克力 三明治 米饭 汉堡之类的 含糖量特别高的食物 是绝对不能吃的 像坚果 纯蔬菜 色拉 芝士 酸奶等是可以吃的 作者仁慈地给大家留了一条路 我在饥饿的时候 会吃一些坚果冲击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我们的身体会慢慢适应 不进食的时间 坚持一段时间后 不吃坚果 也不会感觉到非常饥饿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没有适应16个小时不进食的时候 你会觉得心慌 也会有 会不会对身体有坏处之类的想法 也会让你精神焦虑 如果这时你选择了偷吃一口巧克力 或汉堡的话 这就是典型的举白旗投降的表现 大家在尝试16个小时不进食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 我快要被饿死了的想法 不止一次地浮现在脑海中 我在一开始尝试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念头 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慢慢地就适应过来了 大家请放心 16个小时是不会饿死人的哦 这个时候 我们要想 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和年轻 我们什么都可以克服的 大家千万不要怀疑 16个小时不进食会对身体有坏处 如果你怀疑的话 这样很容易让我们半途而废 你要这么想 我们在做对身体有好处的事 体内的细胞自适 正在吞食体内的废弃物 和有害的物质 让体内的细胞变得更年轻 更有活力 皮肤也变得更有弹性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痛苦了 也许你会按上16个小时不进食哦 虽然按上16个小时不进食不太现实 但是会让你更容易熬到午饭的时间 大家可以参考Foxman的做法 尝试一下16个小时不进食 来改善大家的健康状况 这一期呢 我为大家讲解了 日本医学博士 期末后所著的 空腹才是最佳良药 这本畅销书 总结一下本书的要点 根据最新医学研究表明 吃什么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增加不进食的时间 也就是增加空腹的时间 才是健康的饮食方法 具体的做法就是 空出16个小时不进食的时间 我们现代人 已经很少做重体力的劳动工作了 但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还是跟古代人一样 一日三餐 也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吃的太多了 最亏货者就是一日三餐 这才是过度饮食的根源 吃的过多不单单会让你胖起来 还会导致内脏器官的疲劳 还可能导致免疫力的低下 和提前衰老 所以我们不能 不分青红皂白的 一位往胃里塞食物 要空出16个小时不进食 让器官得到休息 这16个小时可以把睡眠时间 包括在内 这样会激发你体内的细胞自食功能 来清理体内的废弃物 细胞本身也会有新陈代谢 得到更新 才会让你变得更健康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16个小时不进食的注意点 虽然这个理论是最新医学研究的成果 但是也会有个体的差异 如果只是没能让你瘦下来 那还好 因为长时间不进食而导致身体不适 搞坏了身体 那就糟糕了 如果你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或健身的话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 毕竟这16个小时不进食 是面向于不进行高度体力工作 或运动人群的饮食方法 如果你是一个健身爱好者 有学过健康知识的话 你会知道 健身之后不去补充所需的营养的话 反而会让肌肉萎缩变小 也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建议健身当天和接下来的一天 不要进行16个小时不进食 这本书也提到 虽然每天坚持16个小时不进食 是最理想的 但是只在周末 或者一周挑出三天时间来 进行16个小时不进食 也有助于恢复我们内当器官疲劳的效果 16个小时不进食 并不是我们每天绝对的任务 在你不做重体力劳动或运动的时候 进行就可以啊 就像这本书的书名 空腹才是最佳的良药 再好的良药也会有副作用 使用错误的剂量的话 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要理解本书 所倡导的16个小时不进食的理论 采用适合于自己的方法 来尝试着增加空腹的时间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搞坏身体就不好了 毕竟这是一本 让我们更健康的书籍啊 好了 这一期就讲到这里 你们的点赞和关注 会提高我的幸福感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视频 希望你能转发给你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看到它 谢谢